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叫宝之林 对 那宝之林培植的菇类有多少种 我们这边有很多种 有灰蚝菇 白蚝菇 黑木耳 猴头菇 还有这个林枝 还有林枝 我没有想过说马来西亚还可以培植林枝 那马来西亚培植的这个林枝 跟中国的品质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基本上来说它的品质没什么不同 可是因为中国它是四季的国家 然后林枝它是适合在热带的国家培植 是适合在热带 对 所以基本上来说它的价格会比较便宜 因为可以大量生产 对 它常年都可以培植 只是在中国它只是 则登的季节它才能够培植 所以变成它的价格会比较贵 我们这边会可以卖到比较连利 那所以一般的那些游客 如果来到这边的话 他们就可以亲眼见证到 各种菇类 还有林枝的整个培植过程了 对 宝之林是住宿 也是菇类的培植场 一早到此一游 既悠闲又充满教育异味 而参观完毕 也该是时候吃早餐了